大家判断一下 侧上还是侧下 这个球小韩老师发的是侧上还是侧下 大家帮小韩老师点点赞 谢谢大家 感谢每一位铁粉 我们在接种发球的时候 千万不要犹豫 你判断充实侧上了 你就打上 你判断出是侧下了 你就要不说 要不加摩擦 千万不要测上旋 测下旋 相信你的判断 判断错了没关系 我们再来 不能输在犹豫上 因为犹豫将会导致 所有的接球都是虚的 都没有把动作做到位 上旋也没做到位 下旋也没做到位 如果你判断出是侧上了 你就坚定的按照侧上去接 如果你判断是侧下了 你就坚定的按照侧下去接 相信你自己 判断错了这不是问题 每个人都有判断失误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 高手在判断失误的时候 他依然会坚决的按照他的方案来出球 出手是坚决的 即使他搓高了 他也会后撤准备防守 即使他这个球爆打失误了之后 他这个发力也是集中的 所以千万千万不能虚 好不好 那么我们再来 刚才那本球我们发的是一个侧上旋 那我再发一个大家看一下 再来一个 侧上还是侧下 我这个动作最后的动作都是向上的 都是向上摩擦的 但是大家通过什么看出来的 通过我这个拍面 我估计是通过拍面的 上球我特意把拍面立起来的一点 下圈球呢 我特意把拍面平一点 我估计大家是根据我的这个拍面来判断的 那么大家判断的对 第二板是一个侧下旋 那么我们简单的说几个动作要点 侧上旋大家记住 拍面立起来一点 摩擦球的右侧中的位置多一点 在这个位置摩擦 好 这个位置摩擦 这是拍面的问题 第二个它的关键点 就昨天我们也说了 手指手腕 指板是非常好发的 你看 人家拍头一甩就起来了 横板必须得先 手腕顶一下 出球的时候改变拍面来进行变化 那么我们在这个发球的过程中 侧上旋的关键点是什么 你看 这一下 我带住球以后 我得向上摩擦 让这个球发的拱 我们在这个 看 我为什么抛一下球 实际我们在接触球的时候 就是这一下 向上摩擦这一下 特别关键 你看带住球向上摩擦 所以你想把这个球发的让对方一接 半高或者出界 那么你就得带住摩擦 我们这个什么叫带住摩擦 我发侧上 如果我举到这么高 我还能不能往上走 没有出手空间了 对不对 你不可能往上提到这个位置 所以侧上旋要想发好 是不是得低一点 引盘稍微低一点 由我腰腹的前侧 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你看往上提 这个感觉 好 非常的简单 在打的过程中 这种侧上旋呢 是带住球 向上摩擦 所以你的引盘一定要低 带住球以后 手腕要有动作 不能是死的 比如说这样 这个摩擦点就是小 一定是手腕是活的 引盘时候是这样 出球的时候 你看 这个球就转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 重心一定要下来 手放下面 你想发侧上 因为大家说 这板球侧上 正手转是一个 非常有效的 落点和旋转 发完之后 你直接准备 两面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发的方法中 第一个 稍微低一点 然后往上走 带住球以后往上走 往上走以后 关键点是什么 手腕得有动作 手腕得有变化 你看纸板的变化 引盘 看 拍头转动 用拍头的位置 带球往上摩擦 你看 带球往上摩擦 好 那么 横板的呢 是在转动的过程中 手腕没有那么灵活 所以你在引盘的时候 肯定是手腕稍微挺一点 在接手球的时候 向上带 你看 向上走 再看啊 向上走 肌球点放到这个位置 放在腰腹前侧 带住球 手腕进行变动 往上提 提的这一下就是 这个黄球是假 提的这个球呢 就能把这个球 你看 旋转能够发出来了 如果你是碰过去的 那这个侧上 它就没有意义了 别人就是照批 照拧 照摆 都能过来 但是你是一个存测商 有的时候 当你的旋转强到一定程度 即使它知道这个旋转 它也接不上 它也该出界出界 该下往下往 所以你的旋转 非常的重要 大家帮小老师点点赞 谢谢大家 感谢每一位铁本